作词 李宗盛 像魔法画墙 让我衷心鼓掌 愿让你想提琴 依靠肩膀 小吉他 抱在我胸膛 做弯弯又转转 画出优雅 心装想该 要忘了紧张 只会爱的方向 从此不再妄装 相信也不再流浪 做弯弯又转转 画出美丽辉煌 我们要震撼全场 只会爱去实现 所有美好想象 依然快乐音乐太强 幸福大肆交响 我在经过昨天晚上的洗礼之后 我深深的感觉到 我们这个家的感情 是这么的团结 是这么的浓厚 别得了便宜还卖怪 我跟你说这种事情 你可以瞒得了意识 瞒不了永远 你最好赶快想办法 去跟黎儿解释解决这个问题 要不然到最后还是会火刷屁 爸 人家正徜徉在温暖的情情当中 现实的残酷 你等一下再说 OK 现实虽然残酷 但是迟早要面对的知道吗 对 晨晨你都是做爸爸的人了 奶奶 爸爸 这两个字不要用在我身上 爸爸这两个字 现在是属于我老哥的权利 柯伟臣 你只打算逃避多久 柯伟臣好 这孩子真的是太奇怪 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 今天全家人愿意帮你 去隐瞒了黎儿 是为了给你多一点时间 跟黎儿解释 让你解决问题 不是说要隐瞒她一辈子的 对 你这个当爸爸的人 你可不可以 不要再这么幼稚 成熟一点好不好 奶奶 你奶奶 小心 吃早餐 是 奶奶早安 爷爷早安 爸爸早安 叔叔早安 奶奶早安 嗨 小星早 好乖 大家早 好早 何伟臣 坐下来吃早餐 是 你说话 你在说什么 你不是说过 以后不在家里吃早餐吗 你为什么现在又想吃 我有说过吗 有 好 好 就算我有说过 我现在想吃不行吗 爸爸 说谎了我怎么样 嗯 会 小星 说谎的人虽然不对 但是如果他愿意道歉的话 我们也应该要原谅他 对了 晨晨 对了 道个歉 我只是想吃个早餐 都要道什么歉 而且还是跟这个小鬼 小星 我不是要小鬼 我就叫小星 晨晨 这个做长辈的 身教重于言教 说谎就不对 就该道歉 可是说谎的又不是只有 柯伟臣 你就赶紧道个歉 坐下吃早餐 不是 我只是吃个早餐 道什么歉 这个小鬼讲的话 你们干嘛就当真 晨晨 长辈做个好榜样 就道个歉就好了 好了 快 反正想吃早点 就得道歉 妈 吃了 妈 吃了 妈 吃了 星哥 对不起 最后 没什么事 鸣乔 看 明镜 说什么 看 看 我 真的很衰 一大早因為那個小鬼 害我被全家人圍攻 昨天晚上難得感受到的 親人溫情 家庭溫暖 全部都一下子就沒了 死小鬼 吃個早餐都被妳搞得 不得安寧 知不知道我是妳的誰 要是到時候真相大白 看我怎麼教訓妳 小晨晨 小晨晨 妳今天怎麼突然 改口叫我小晨晨 心情好 小晨晨 早 心情好 我剛剛看你在媽媽 說要教訓誰 小圓 妳看現在幾點了 都還不來 我一個人在開店 是不是要教訓她 你不要怪她 她平常工作有點辛苦 對 對了 今天那個小 今天 今天晚上有一部電影 叫做孩子不是我的 聽說還滿好看的 真的 那今天晚上 一起帶小晨去看吧 對 說到小晨 DNA報告應該出來了吧 D DNA 對啊 你哥不是去驗DNA嗎 算一算 報告結果也應該出來了吧 對 我哥的DNA 不然是誰的 沒有 對 我哥的DNA報告結果 已經出來了 報告不會說話 但是他也不會說謊 事實證明 小晨真的是我哥的骨肉 是喔 你 你 你看起來好像沒有很相信的樣子 DNA的報告都出來了 還有什麼好懷疑的 只是沒想到 連你哥這麼好的男人 也會做這樣的事情 看來 全天下的男人都是一個樣子 對 你說得很好 天下的烏鴉一般黑 可是 古人有說 知錯能改 善莫大焉 我們對於那些犯錯 想要改過的人 要給他多一些的包容 多一些的耐心 就像我一樣 有了你的包容跟耐心 我就被改造成 跟普天下的男人 都不一樣了 沒錯 你最乖了 好啦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開店吧 臉 小心 小心 你這個圖在畫什麼 這個是小心 這是爸爸 這是媽媽 這是媽媽 媽媽在哪 媽媽 媽媽 請進 來 先過來 我想 下午三點的主管匯報要提前了 因為各部門 還要跟總經理匯報一下 這樣 那就通知各主管 半個小時之後開會 好 那這交給你了 好 謝謝 姐夫 那個你們開會 通常都要開多久 開多久 會議時間都不太一定 怎麼了 不是 因為我今天跟前律師約好 下午要一起去見委託人 可是 小心這樣一個人 太危險了吧 不然這樣好了 下午各部門 跟總經理匯報的時候 我就先不參加了 我下班後 就直接把小欣帶回去 好 那客房就麻煩你了 謝謝 小欣 你在畫什麼 畫得好棒 小欣 那你今天就先跟叔叔回家 好 小心 好乖 小欣 我回來了 怎麼遲到還沒回來 憶姐 這麼準時 等我一下 我回一封Email就可以出去了 出去 可是 我今天跟前律師約好 我知道 但是學長因為拉肚子 所以這個案子我來接手 蛤 不用這麼驚訝吧 工作嘛 對啦 那你要跟我出去 要不要跟你老公說一聲 不用了吧 工作嘛 他現在在開會 我不想打擾他 那 資料我已經準備好了 你用好再告訴我吧 好 很快 你到底會不會 是嗎 有戲 你看多少按鈕花 你一個開關到現在都找不到 我們當然要開張照 等一等半天 是啊 爸 來 你們在幹嘛 需要幫忙嗎 要拜託你幫幫忙 我們要等著照張一下 你爸爸連那個 你看尾翔這相機的開關 他都找不到 爸 我來吧 太複雜了 你看看人家一下就好了 來 我說你們也太誇張了吧 哪有什麼誇張的 你都不曉得 我們每次去打高爾夫的時候 有個成童 老師不過現在她的孫子 有多可愛 現在我們小心很可愛 對不對 對 我也要給我那些 排桃子的老太太們看 看我的小可愛 是啊 媽 等一下 我們去照照館 拍一張全家福 奶奶 我們在全家福 不是現在拍福一樣嗎 不是 不是 就全部的人 在一起拍一張照片 來 再一張 好可愛 好可愛 開心一點 你看 好可愛 好好玩 家裡有小娃娃 真好玩 是啊 媽 燕妮 妳要是肯早點生 家裡就更熱鬧 現在生也不遲 真的嗎 你不是在逗我們開心的吧 真的 媽 我跟燕妮 已經準備好要生孩子了 媽 我的話不能信 我們家克帆說的話 你們總該相信了吧 克帆 妳真厲害 燕妮這麼愛漂亮的女孩子 為了妳 願意去懷孕生小孩 她真的很愛妳 對 燕妮 既然讓克帆等那麼久 那妳現在一口氣就生他 五六七八個 是 是 奶奶 我一定一口氣生哥 五六七八個 我去開門 誰啊 就是 誰啊 你好 你又想幹嘛 克偉辰 回自己家不會開門 暗神店 憶民姐 你好 你又想幹嘛 克偉辰 回自己家不會開門 暗神店 謝謝妳 憶民姐 好 奶奶 妳在看報告嗎 克帆哥 晚安 好 晚安 晚安 來 梨兒姐姐 我好想妳 妳有沒有想我 有 小欣有乖嗎 有 我這孩子果然就是 果 果然就是 愛亂跑 媽 比她亂跑 是 小欣 梨兒不好意思 小孩子不懂事 來 這邊 來 梨兒坐 奶奶 我想跟梨兒姐姐一起玩 不可以 為什麼 小欣 妳看妳剛剛玩的 來自都是害 衣服都髒了 妳要抱梨兒姐姐的話 把她衣服也弄髒了對不對 可媽 沒關係 有關係 是 小欣 奶奶帶妳去洗澡 來 梨兒姐姐 妳要帶我洗洗澡 對 真的 怎麼搞的 妳把梨兒帶回來 也不打個招呼 奶奶現在心臟不好 我接不起刺激 你知道嗎 奶奶 奶奶奶 妳是不是因為 心疼逸潔 逸潔要接受尾傷 在外面有傷害 還要當媽媽 照顧一個不是自己的孩子 她心情一定很不好 是 逸潔這麼懂事 真讓人心疼 對 妳想想看 發生這種事情 逸潔她再怎麼懂事 多少還是會難過 是 那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你不是最會和女人開心了嗎 那 那我們來扮趴 讓大嫂開心 好 我來幫忙 扮趴 這行 我要去扮趴 妳 妳會不會洗太快了 妳 爺姐姐 什麼是扮趴 扮趴就是大家一起慶祝 然後開心的吃東西喝東西 那我一起扮 小鬼 妳會不會太愛抱了 姐夫處理一下 來 好乖 妳確定扮這個趴 一節會開心嗎 如果大家覺得不好的話 不會 媽 我覺得那個黎兒跟那個 偽程的經驗很好 媽 對 超級好 給妳按一個讚 黎兒 妳爸爸一個人在家 會不會太寂寞了 妳要不要回去陪她 時間還早 不早了 對 現在路上可能也塞車了 偽程 你開始送妳回去 好 好 我馬上送 使命必打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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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 來 鞋子外面穿 走 不好意思 媽 嚇得我心臟都快跳出來 嚇得我腦泥都快沒了 我現在終於發現了 媽 演員不好當 我們該快真的要辦趴吧 辦什麼趴 到時候標康 柯偉程自己想辦法 姑姑 什麼是標康 標 標康就是 你叔叔他無人等了 沒聽到 乖 如果各部門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今天的會議就開到這裡 謝謝 好 上會 來 阿謙 通知行銷部 明早的匯報提早半個小時 是 然後 把擴建案最後確定的總預算表 還有施工進度表 整理好 明天一早放在我桌上 是 總經理 好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先生 坦白说吧 你认知这个案子 是有一点棘手 我也知道难解决 不然找你们来做什么 是 对不起 是我的手机 不好意思 虽然说你儿子他是吸毒的人 而吸毒者在我们法律上是视为病患 不过他还涉嫌的伤害 所以我们会尽量的跟 跟 跟对方进行协商 在形式上主张撤销告诉我 和民事上达成和解 您绝对如何 好 你好 忙 你先回 忙成这样 來 這個周先生真的很刁蠻 很可惡 什麼叫做 不管我花再多錢都沒有關係 我就是要讓我的兒子無罪 怎麼樣 有錢了不起 財大氣數了不起 以為法院是他家開的 法律是他家訂的 根據毒品管制條例 企圖是除刑不除罪 什麼都不懂 手在那裡講話講得這麼大聲 你不覺得他 你怎麼了 好 沒事 我只是在想 如果以你的個性考上了律師 你到底能接幾個案子 你什麼意思 你在調侃我 我不是調侃你 我只是想告訴你事實 因為我們做律師的 你不可能永遠只接到 被害人的案子 加害人也會來委託我們 除非你不接吧 要不然 這類的案子只會多 不會少 你等著看吧 你 你怎麼了 你的真意敢跑去哪裡了 難道你要幫他們打贏官司 輸贏對錯是法官決定的 不過對我而言 刑事尚無罪 民事尚和解我就算贏了 但這個周先生 似乎對我們有所隱瞞 我們要小心一點 還有 我們做律師的 合理的懷疑一件事情 是很正常的 一個人在人海不遷 我不願你獨自走過 風雨 怎麼了 糟糕 要不見了 糟糕 要不見了 立姐 不好意思 我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擺在家裡 可能要回去一趟 好啊 那趕快走啊 好啊 立姐 不好意思啊 你在下面等我一下 我馬上下來了 嗯 謝謝 謝謝 乾杯 她們 Arctic 說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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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上来了 我想说你还好吗 没事 就上来拿个资料感觉有点不舒服 所以就吃了一点点儿了 没事 又感冒 是啊 难怪我刚刚一路看你脸色都没有那么好 做律师本来就很容易爆肝嘛 而且我最近又这么忙 到时候呢 如果你考上了律师像我这么自熟可热的话 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好了 资料拿完了 走吧 不用了啦 既然你身体不舒服的话 就在这里赶快把工作做完吧 就不用再开车花时间回事务所了 毕竟我们只是要整理周先生的口述和资料 回不回事务所都一样 而且我真的好想赶快回家 陪我的老公还有小孩 不好意思 浪费你不少时间 好吧 那就在这里把事情忙一忙 来 这里请 好 好 然後 媽咪為什麼都還沒有回來 因為媽咪工作很忙 爸爸 媽咪會不會嫁 媽咪幾天我上班 大家都沒有回來 小溪 妳不用擔心 因為妳媽咪 以後會變一個 超級厲害的大律師 所以她現在會比較忙 真的嗎 那媽咪很厲害嗎 當然 妳媽咪可是一個 很有名的女俠 那她會飛嗎 我 我要飛 妳趕快要飛 爸爸 我們打電話給媽咪 看家在哪裡 好 好 爸爸媽咪為什麼都沒有接電話 好 爸爸媽咪為什麼都沒有接電話 爸爸媽咪為什麼都沒有接電話 媽咪 我覺得我們先睡一覺 然後等眼睛張開的時候 媽咪就會出現了 好不好 好 來 謝謝 好 來 媽咪 沒事 來 來 我送妳回去吧 不用了 我叫計程車很快就來 好 那我送妳到樓下 謝謝 謝謝 喂 警局 請問有什麼事嗎 肇事逃逸 不對 妳剛剛說的那個時間 我都待在家裡 我沒有去過車禍現場 更何況 我現在的車子 就停在我家樓下 她 remotely愛了 我 suitcase 欸 妳是嗎 在天啊 我來 我去相關 我去不買 我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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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我去買 買賣 買買 好 趙先生 十點四十三分的時候 妳人在哪裡 警察先生 我十分鐘前的時候 就已經說過了 十點四十三分的時候 我人在我家裡 那為什麼大陸監視器 會在同一個時間 拍到妳肇事逃逸 肇事逃逸的是我的車子 我的車子被人偷了 並不是我肇事逃逸 妳問了這麼多 妳到底有沒有明白我的意思 真的有這麼強 好 警察先生 說話口氣不用這樣子吧 根據刑事訴訟法 其實他有權利 不要理你們的夜間偵訊 他現在是為了想要 盡他公民的義務 配合你把這件事情 趕快解決好 所以我們才坐在這裡的 而且說真的 他的車被偷了 他是受害者 可以客氣一點嗎 警察先生 聽到了 這位小姐也解釋得挺清楚了 就麻煩妳 把我所說的話 據時記錄下來就可以了 既然妳說妳人不在事發現場 那有誰可以替妳作證 好 警察先生 時間很晚了 我們不要再繞圈圈了好不好 我替他作證 我替他證明說 他十點四十三分的時候 真的沒有在妳那所謂什麼 案發現場 因為我們從九點半到十二點半 我們都在家 再工作 可以嗎 我都當他的車輪 我們可以離開了吧 真的很晚了 我好想家 請你幫我們寫下來吧 謝謝 一傑 我相信這位專業的警察大哥 應該完完全全聽得懂 我們剛剛所說的一切 麻煩妳 把我們所說的全部記錄下來 因為都是實話 謝謝 沒收穫了 你怎麼還沒有睡覺 妳沒回來 我很擔心妳睡得早 工作到這麼晚 一定很累吧 來 妳先坐這邊 累 累就是算了 我今天還衰爆了 我不是跟妳說 我要回事務所 跟陳律師去開會嗎 結果他那個大爺 他居然給我拉肚子 所以換成 有什麼事情 明天再跟我抱怨 現在先品嘗一下 我特別為妳準備的宵夜 跟妳說 這可是泡麵界的阿雞絲 曾經做給我吃的 那個阿雞絲 是不是信宋 高高的 瘦瘦的 長得還滿正的那個 對 宋阿雞 謝謝 謝謝 這麼晚吃宵夜不好吧 不會 都工作這麼累 吃個宵夜也好睡覺 那 謝謝 柯阿雞絲 不好意思 真的 準備很久 讓我來品嘗一下 滿滿滿的愛心 滿滿的愛心 嗯 欸 阿爸 吃飯了啦 補著拿走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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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喔 怎麼像小孩 先說就說不聽 就跟妳說 不可以吃飯 配補著 這樣吃沒話 先妳那個黑索索 我來 搶劫 你現行犯不妥 爸爸 我心情要緊了 現在有比搶劫 還要大條的 威海集團總經理 夫人樂會寡界帥哥三小時 可能 這次王為什麼做 做到讓我去投了 等一下 爛 我剛才念什麼 威海總經理夫人 那不就義杰 沒錯 一張好好 你看有圖有真相 還可以看圖說故事 趙豬頭 她是看什麼 有這個宋義傑 她不是答應我們說 不會再跟這個趙豬頭見面嗎 我十萬分過高膽 叫她那個 宋家媳婦叫戰守則要備好 現在喔 怎麼樣 叫母子出的 等一下 祈禱必有言過 不要生氣 先好住 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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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住啦 爸爸 你叫我怎麼沒想起 我知道說 有些不知情情 她真的是為恐天下不亂 我也相信新聞不一定就是真的 不過你給我看看 這個新聞 如果昨天去親眼看到 對 我們義杰真的是 跳到黃河都洗不清 這個女孩實在無謠有夠 我都不知道說落一雙風雨天的 凡事要正面思考 這件事也有她正面的意義 真的 對不對 她出一些事情妳比較沒了 爸爸妳很沒了 我真的想都沒了 想說她們的愛情 這麼多人家靠近 你不能出去 外面龍捲風來襲 妳給我安安一點 待在這邊 什麼叫龍捲風 龍捲風就 妳不懂了 反正就是 妳媽咪要被罵了 那給妳什麼要被罵 她做錯事情罵 妳還挺機靈的 因為妳媽咪這一次 登上了社會版面 不過以我待在這個家 二十幾年來的經驗 她臭腸了 不過照片上那個男的 看起來還挺眼熟的 不知道在哪邊看過 妳又要回來了 妳又給我在這裡 站好 不准亂跑 聽到沒有 我不是想要找我爸爸 妳爸爸在 在 在外面瞧事情 妳站在這邊 不准亂跑 哥好無聊 我好無聊 妳有沒有搞錯 我以前在把妹的時候 妹都說我幽默又風趣 妳搞不搞得清楚狀況 又要去 然後妳 妳站好 聽到沒有 不然妳這樣子好了 叔叔講故事給妳好 妳不是最愛聽故事了嗎 從前從前 有一個叫做小飛俠的男孩 他叫潘彼得 誰 小飛俠 不叫小飛俠 他叫潘彼得 叔叔笨 連說故事都不會 我講故事給妳聽 妳還嫌我笨 妳算哪一根蔥 妳也不想想看 我跟妳是什麼關係 是 看我怎麼教訓妳 爹 爹 妳不要跑 妳不可以 這麼快的上去 爹 安哥 肚子咕嚕咕嚕叫 我也是 我真的是白癡 我早餐都還沒吃 跟妳玩成這個樣子 外面那拳到底要敲事情 敲到什麼時候 是不是餓死 我給妳看 我妳也不能 你弄這樣的新聞 偉箱以後怎麼出去 跟人家談生意 這個律師好像就是上一次 我們名牌坊為了羅斯丁 質疑要幫蔡女士 要提出訴訟的 一個趙律師是不是 我看 是他嗎 我看看 來看看 真的是那個 那個律師 這 逸潔 妳怎麼會跟這個趙律師 爸 人家逸潔剛不都說了嗎 那是他律師事務所的同事 對 爸 這個趙律師 後來進了大同事務所 現在是前律師的合夥人 所以也算是逸潔她的上司 上司怎麼樣 上司就不是男人了嗎 媽 那個趙律師他是因為人不舒服 而逸潔是因為想要趕快下班 回家休息 他才會那樣子做的 至於你說後面的事情 報紙上寫的事情 都沒有經過證實 我們怎麼能夠相信呢 對 媽 我相信逸潔 而且逸潔她只是去警局 幫忙作證 其他的報紙內容 都是記者自己亂寫的 韋翔 妳知道她是去做什麼證嗎 逸潔 妳已經結婚了 就算是為了工作 妳在一個單身男人家 待三個小時 妳想別人會怎麼想嗎 媽 到律師事務所 她一樣是單獨跟男人在一起 可燕妮 媽 其實 肇事逃逸是會被判刑的 妳想想看 如果是換錯是我們的話 我們也不可能廁所旁觀 是不是 而且再說 逸潔真的犯錯的話 滿我們都來不及了 怎麼可能幫人家做 不在場證明呢 克帆說得對 妳看 我們逸潔就是有這種 俠女的個性 像當初 她不認識我的時候 都會路見不平的幫我 跟關心我 對不對 這麼正義的女孩子 奶奶相信妳 絕對不會做 對不起祥祥的事情 有信 妳也認為這種是小事嗎 一姐 對 爸爸是百分之百的相信 但這個事情非同小可 因為傷害的 不只有妳跟韋翔 還有我們一家人的感情 甚至我們魏海的形象 爸 對不起 你現在說對不起有用嗎 媽 這件事我會處理 我等一下就請公關部 發出新聞稿 聲明義傑跟趙律師 他們只是同事關係 其他的報紙內容 都是他們自己的不實揣測 另外 我也會請這家報社公開道歉 否則就提出告訴我 魏翔 事情已經發生 而且報紙燈得這麼大 現在有誰會關心 事實真相是什麼 就算對方現在出來道歉 又怎麼樣呢 好 雪茹 停了 別再說了 你沒有看到義傑 她都已經很自責了 乖 聽奶奶的 奶奶跟妳說 嘴巴是長在別人的臉上 人家愛怎麼說我們管不著 只要我們自己行得正 坐得端 沒關係 不要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 他們要顛倒是非 然後黑白不分 那就隨他們去 沒關係 奶奶挺妳 奶奶挺妳 乖 來 有信 好了 這個事情照偉翔的方法去做 克凡 那就麻煩妳幫偉翔了 媽 交給我我會的 對 不斷感情要成為過去 其實並不容易 所以有的時候 自己以為成為過去的感情 其實並不代表就這麼過去了 每一個人 都有全力追求自己的愛情 而且不到最後關頭 絕對很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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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香片 讓你能保存多細分 讓你能保存多細分 貿易 也為你準備多一層 但是 你孤單是個安慰的期望 怎麼會 為你多留一份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一個人在沿海不牽 我不願你獨自走過風雨的 十分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承受這世界的殘忍 我不願也來陪你到永恆 只求命運 帶你去一段癡心的旅程 往幸福的天涯飛奔 別回頭就往前飛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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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了我還一個人